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虎 遊戲主機的市場在這一兩年內 可以說是相當的特殊 由於疫情與晶片短缺的緣故 整體的市場趨勢 沒有辦法用過去的經驗來判斷 例如動物森友會 在剛出的前幾天 市面上還沒有出現缺貨的狀況 但是幾天之後 這款遊戲直接人氣炸裂 讓遊戲機跟遊戲片 直接變成了市場的搶手貨 當時的Switch被推上了一個高峰 而且也因為晶片短缺 Switch跟PS這些主機 都有遇到產能上的問題 最明顯的就是PS5了嘛 依照PS4原本的市佔率 PS5應該要可以獲得更好的成績 但因為主機產能導致無法順利換代 讓遊戲的推出 依然停留在跨世代之上 近期4到6月的日本銷量統計 已經公開了 就讓我們透過這個數據 來聊一聊Switch主機的銷量分析 會不會缺貨 以及身為玩家的我們 可以關注的一些事情 這部影片主要會是以閒聊的方式分享 想法的部分都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哦 根據日本媒體發明通的統計資料消息 4到6月的Switch主機銷售出來了哦 4到6月這段時間內 只有統計日本的狀況之下 Switch的總銷量為84萬台左右 其實相比於PS5同一時間段的 20萬台的銷量來說 Switch依然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哦 但是畢竟兩者的狀況不同哦 2017年推出的Switch 有了足夠多的時間穩定了消費客群 並且在穩定的狀況下推出了改良行機 加上當時還沒有遇到疫情與晶片的壓力 狀況上比較是一個正常的主機正常成長哦 而PS5選擇推出的時間 雖然在疫情期間 消費者對於娛樂的需求變高 但整體3C的需求變高等等的因素 讓晶片的缺口龐大 導致PS5即使有了市場需求 也沒有能力做到穩定的出貨 回頭來看看Switch哦 以4到6月的結果來看 Switch依然是市場上賣最好的主機 顯然任天堂還不需要為此刻感到擔憂哦 但是實際上 如果單純來看看它的歷史銷量表現 那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先從這3個月的表現來看 5月的Switch銷售量為36萬台 而6月的則是22萬台 以年終的遊戲大月來看哦 銷量下跌確實是不太正常的事情 我自己會覺得造成這樣的原因 在於今年的遊戲推出狀況 如果以大作來看 4到6月這段時間之內 其實能夠促使新玩家買主機的遊戲 遊戲並不多哦 整個區間內表現最好的遊戲是 Nintendo Switch Sport 體感運動類的遊戲啊 有比較大的機會拓展市場 以目前的市場來看 喜歡任天堂或是有興趣的玩家 通常都已經把遊戲機買下來哦 還沒有買的啊 比較像是不會被原本遊戲類型給吸引哦 所以4月底推出的 Nintendo Switch Sport 就順利的幫助Switch 在5月拿下了破30萬台的銷量 由於遊戲是月底才出哦 3月推出的新資卡比 本身的受眾更針對 原本就已經有主機的玩家 在4月的主機銷量表現上 就沒有太大的幫助 看到5月推出的遊戲哦 整個5月基本上沒有太多大作支撐 根據之前電玩亂報每週紀錄來看哦 由上到銷售前5的遊戲哦 就只有太和麗之傳5DX 由於本身是主打日本的歷史哦 這款遊戲的IP 本身有一定的受眾支持度 所以能在日本拿下不錯的成績也不意外 但是它對主機的銷量幫助上 那幫助我想就更不大了 遊戲本身還有推出PC版本 更難讓玩家會願意為了它去買Switch 同樣的消費客群也是在 原本就有主機的玩家上面 而6月推出的大作遊戲 鬼滅之刃火之神血風潭 獲得了不錯的銷量成績 但由於本身早就已經推出在別的平台上了 Switch版本的出現 意義上更像是針對只有Switch的玩家 或是想要帶出門玩的玩家 所以同樣對主機本體的銷量沒有直接幫助 另外任天堂旗下的IP 瑪利歐也有新遊戲 瑪利歐基戰前鋒戰鬥聯賽 然而這款遊戲以結果來說 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不要說能夠讓別人想買主機了 本身在原本的玩家市場內 就沒有太大的波瀾 以每週的銷量表現來看 這週沒有意外的話 就會離開前10名 或是在前10名的邊緣 遊戲本身好玩 但對於新手的友善程度並沒有太好 應該說 當一個玩家看到瑪利歐IP的遊戲 或許最終會有極高的難度 例如冠軍之路 但是這個IP給人的感覺 就是舒服的難度曲線成長 例如賽車有幾乎無腦贏的50CC 2D瑪利歐的前幾關 都是讓玩家嘗試新的系統 3D瑪利歐的開頭 是讓玩家認識這個世界 這種入門簡單的感受 才是多數玩家期待的瑪利歐 但是瑪利歐運動系列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它彷彿不是瑪利歐 一上來就把玩家打成智障 所以銷量不好確實不意外啦 但它依然是好遊戲 這款遊戲我之前有做過更完整的介紹 跟新手入門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去看看 6月還有兩款大作 不過這兩款都是在月底才推出的 分別是聖火祥摸入無雙風華雪月 魔物獵人崛起破曉 如果會影響主機的銷量 那我想會是在7月的數據上呈現 不過要我說影響大不大 我會覺得普通 畢竟聖火本身更像是粉絲服務遊戲 之後我會發完整的心得 而破曉是以DLC的形式推出 如今又還有PC版本的同步推出 不少玩家都更換了遊戲平台 我想這兩款遊戲 都不會針對主機本體的銷量有太大的幫助 這點未來我們拭目以待喔 針對主機銷量表現的部分 這邊先做一個段落整理的分享喔 Switch台主機目前已經有破億的市場銷量 下滑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喔 這點玩家不意外 任天堂自己本身也不會意外 加上近期的遊戲比較少藍海類型 應該說今年的遊戲多數都是這樣 包含下半年的《異度神劍3》 《斯普拉頓3》 《寶可夢珠子》 受眾上也比較是已經有主機的玩家 依照這個遊戲推出的策略來看 我想今年任天堂的目標 比起大幅度的擴大主機本體的銷量 他們更想要的是讓已經有主機的玩家們 願意拿出錢來買他們的遊戲 至少今年推出的遊戲規劃 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主機銷量下跌 任天堂會不會想要把新機拉上排層喔? 我的立場會覺得 現在的三大遊戲主機場當中 任天堂是最不需要急躁的 他們的主機目前拿下了 市場極高的市戰率喔 即使下滑也依然比新推出的主機賣得還好喔 另外PS3目前的疫情時代下 已經做出了示範 在PS4擁有最高市戰率的條件下 PS5頂著疫情與晶片缺推出喔 面臨的問題就是根本不敢換蛋 那麼為什麼XBOX不會有這個問題呢? 主要也是他們本身在前一個世代的市戰率真的不高 搭配上近期XBOX Game Pass的表現太過亮眼 讓他們獲得了崛起 如果任天堂還停留在WiiU的表現 那或許可以參考XBOX 但如今的任天堂 或許規劃上會更加穩重 然而晶片的問題也確實有影響到主機的銷量 任天堂的公關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說4到6月的銷量下滑 主要是因為半導體零件的短缺喔 當然這個問題也確實存在 OLED版本的Switch 在日本目前也是黃牛價才能夠順利買到 6月22號的時候 一台要價54000日幣 已經可以用原價買一台PS5了喔 不過我依然認為 遊戲的規劃還是佔了不少的原因 畢竟一般版本的Switch 目前沒有缺貨的狀況 另外OLED版本的 目前在台灣也沒有缺貨的狀況 不過下半年呢? 我自己沒有辦法保證喔 下半年會不會有遊戲爆炸性的成長 就如同當時的動物森友會 我預期會不錯 但也完全沒有想到可以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但如果依照目前的日本持續缺貨狀況來看 晶片的問題已經嚴重到影響到基礎的銷量了喔 而當一個地區出現缺貨的問題 為了補足就會影響到其他地區的配貨量 那麼最終會不會也導致缺貨呢? 遊戲主機的缺貨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主要會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 某一款遊戲在那個時間點爆了 例如PS4的魔物獵人世界 Switch的動物森友會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假期 下半年需要擔心的 就是在假期上的規劃 目前整體的遊戲市場 並沒有打動藍海玩家 就已經造成了OLED版本缺貨的狀況 那麼在之後的假期來襲 包含年底的各種購物節、聖誕假期等等 如果現階段的晶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那麼這個狀況 確實有可能會在到時候一次性的爆發開來 從原本的PS5、XBOX缺貨 到Switch跟著一起缺貨 不過任天堂官方的說法有提到 目前有在持續的處理相關的問題當中 也或許他們可以成功的預防缺貨 並且讓主機的銷量再提升一個台階也說不定 另外在目前日本OLED版本小缺貨的情況之下 任天堂宣布將會推出斯普拉頓3版本的OLED特色機 這台主機會不會很難買 就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說到這台主機 我還真的覺得還蠻好看的 尤其是Joycon的設計 之後要是有分開賣的話 會想要買一組Joycon回來喔 不論是前面有提到關於主機銷量下滑的問題 以及目前確實已經有缺貨現象的問題 站在已經有主機的玩家立場來看 我們其實不需要太過擔心 這些狀況在我看來 任天堂都不會在這一兩年內有推出新機的準備 尤其是他們在日本還有推出額外的主機保固服務 如果以一個要推出新機的廠商來說 他們沒有必要在末代的主機上放太多力氣 目前任天堂的做法更像是 讓主機獲得更長的壽命週期喔 當然對部分的玩家來說 他確實喜歡任天堂的遊戲 喜歡Switch的攜帶性 也接受了調整過的畫質 但礙於部分調整的問題喔 所以很希望能夠有新的主機 我有時候遇到遊戲調整 也多少會有這種想法 但就算任天堂推出新主機了 他們在性能的強化上又會增加多少呢? 這點我想一路以來的任天堂玩家 心裡都有屬於自己的答案 果然喜歡任天堂 就享受當下的任天堂就好 這是我身為一個任天堂玩家的一點心得 那麼如果你還沒有買主機 還在猶豫的玩家 我不能保證年底會缺貨 所以你要先買起來喔 也或許任天堂沒有遇到更嚴重的晶片問題 也說不定 身為想要玩的玩家 還是更簡單的去思考 想不想玩?有沒有錢?有沒有時間? 當想完之後 我想你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以上就是關於Switch主機銷量與供應的近況分享喔 多數是我個人自己的觀點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區一起討論喔 你的留言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乎 祝各位遊戲愉快